成年人的世界很复杂根本不会那么非黑即白 恋宗节目里的嘉宾 所呈现出来的爱情更是这样的没有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局是童话还是悲剧 观众只能一期一期看下去直到解密的那一刻 新恋宗一起谈恋爱同样拥有各种可能性 在早先亮相的七位嘉宾关系尚未明朗的局势下 节目组又安排了两位新人入场 男舞赵金硕 居然跟女嘉宾K姐相识 K姐是网友对陈如意的近称 两人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 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小区 而且他们都是时尚品牌主理人 工作上有一些正常接触 目前还无法判断出赵金硕跟K姐是何种关系 身为朋友同时出现在一档恋宗里 到底是巧合还是赵金硕追女朋友 从线下追到了线上还有待后续节目解开谜底 女司赵楚然目前硕士在读 是一起贪恋爱中年龄比较小的女嘉宾 不过年龄小并不代表她不成熟来到节目后 她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嘉宾的相处状态 看出张子倩和张一鸣关系有些暧昧后 甚至直求是的问女嘉宾 你们中已经有人锁了是吗 新嘉宾的加入直接导致 即将到来的约会日充满变数 下一期共有四个约会场地供了女嘉宾选择 分别是碧球馆 披萨店 拳击馆 冲浪馆 先由女嘉宾挑选场地 每个场地仅限一位女嘉宾 女嘉宾只是根据个人喜好或者 通过猜测男嘉宾爱好来做决定 他们也不知道谁会来 男嘉宾再根据女嘉宾的选择进行挑选 这也意外着是男嘉宾想了解谁或者对谁有好感 可以直接选人这就有可能出现 某一位女嘉宾会同时跟多位男嘉宾约会 而有些女嘉宾则可能落单 目前比较明确的约会分组有两组 张一鸣和张子倩 赵金顺和战思琦 张一鸣对张子倩有始至终的 坚定与拼爱逐渐打动了张子倩 尽管早期节目里张子倩还有些摇摆不定 但是面对张一鸣频频主动出击 以及新来女嘉宾对张一鸣显现好感的情况下 张子倩不再犹豫了 不仅在赵楚然面前狭败 张一鸣发给自己的心动视频 而且也在非常认真剪辑心动视频发给张一鸣 坐在壁球馆外等候男嘉宾的张子倩 看到张一鸣出现后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祝福两人终于比较明确的双向奔赴了 如此看来 坐在披萨店内的赵楚然极有可能落单了 赵金硕则奔向冲浪管的战思琪 可爱甜美的战思琪太受欢迎了除了张一鸣 其他男嘉宾都对他有好感 而且出亮相时都把心动视频发给了他 只不过较为遗憾的是 战思琪明显对张天宇更偏爱些 但是由于张天宇被爆人品问题 节目组将他的镜头全部解没了 导致战思琪的画面也受到了影响 而且在此之前他的心动视频一直都是发给他 太令人心疼了 目前约会分组留有悬念的是 蔡灵芯和汤一俊会选谁 蔡灵芯本期节目留守在家 他特意为嘉宾们准备了礼物 从送礼物的环节来看 他依然对战思琪前有独钟 蔡灵芯十有八九还是会选战思琪 汤一俊就让人捉摸不透了 早先汤一俊跟战思琪的约会诞生了很多火花 他们也是最早被网友锁定的一对 CP然而 后面汤一俊跟K姐的互动越来越甜蜜 K姐也多次表示对哪狗心动了于是 网友纷纷转向刻起了如意CP 新一期节目里他把心动视频发给了战思琪 但是当收到K姐的心动视频后 汤一俊表现得非常开心就像初恋中的少男 心底的一点心思都藏不住 而且看到正在弹琴的K姐 汤一俊特意跑出去陪他 甚至发生了裸腰爆一幕 那么 汤一俊是因为K姐更新 嘉宾赵金朔互动太多而吃醋 才把心动视频发给了战思琪 还是说他依旧对战思琪恋恋不忘呢 他到底是去了K姐的拳击馆 还是战思琪的冲浪馆呢 眼见的网友已经破案了 汤一俊吩咐司机出发后 画面中分别出现了战思琪和K姐的头像 他做出选择时头像被节目组模糊掉了 给下期节目留下了充满看点的悬念 但是眼见心细的网友发现 前面出现的头像中都有背景墙 战思琪的背景都是红砖墙面 而K姐的背景墙右边有一块是白色的 汤一俊选择是模糊掉的头像中 右边恰恰有一团白色 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汤一俊在下一期约会日中选择了K姐 不仅如此 网上甚至流出了汤一俊和 K姐线下互动的亲密视频 从截取的画面可以看出 汤一俊和K姐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 汤一俊不仅给K姐那肩搓背 甚至背着他前行 而K姐也时不时地摸摸汤一俊的头 上演了一摸摸摸头杀他们就像热恋中的情侣 旁若无人地嗅起了温爱实在是太甜了 尽管嘉宾在节目中的一些行为会被放大 从而引起网友的争议汤一俊的飘忽不定 摟妖抱等也曾遭受网友抨击 但是只要是真心地投入一段感情 还是会收到网友满满的祝福的 期待她跟天姐双向奔赴的爱情早日公开